投資長 今天真的是悲喜交加的一天啊 雖然你的股票都還不錯 但是聽說你今天為大家創造一首 欸 關於今天盤世的歌曲 欸對 就叫悲喜交加的一天 來 Music Fun 紅海小迷紅圈也大張 沉大風也太陽中 起雙陽光畫畫 統統都噴大張噴出我身世藩處 小四零一千七百億進出 一千七百億進出 寒濤的轉移軍光 統統都來的神機拉回怎麼辦 投信到底有沒有慢 一千七百億到底有沒有進場 神機拉回怎麼辦 今天看起來投信買超258億 外資賣超257億 怎麼這麼剛好 怎麼會這樣 還有到底明年九十成分股 明年到底會何去何從 什麼時候止跌 紅海還未漲到什麼時候 所有標股通通在金融光畫間 你一定要看 大家好,歡迎收看榮耀華爾街 我是主持人Coco 今天是3月28號 台股下跌53點收在20146點 美股逢低買盤湧現 再加上美債值率率走低 美股指數集體走高 標普則是創下歷史新高 台股則是連六天站在2萬點之上 但是重店設備股今天拉回 台積電表現低迷 不過紅海股價持續大漲 創下歷史新高 集團相關的概念股 像是廣語、紅准、化漢、以身等 今天皆有表現 後續盤視解析 我們交給經濟日報 選股冠軍紀錄保持者 同時也是全台灣LINE 粉絲人數最多 一樣講座的場場爆滿 最受歡迎的分析師 郭澤榮投資長 投資長好 Coco 各位朋友們大家好 好 投資長 今年呢 真的就是照著你這個四個字 降回波再走的趨勢 真的波動好大喔 真的波動太大了啦 先殺後拉 盤中是下殺一百五十七點 又往上拉欸 對啊 而且今天剛好是您說的 附魔台節算日 這個要怎麼看呢 噢本來好像有壓低嘛 殺了一百多點 後來有拉起來 尾盤要殺下去的 可是已經相對看跌了 因為看起來好像 一步要一路下跌 甚至要跌破兩萬點的感覺 所以台灣股市還是有一個莫名的力道 在支撐它 應該說無形的力道 在支撐它 因為其實台灣股市還是要突破兩萬一 兩萬二的好不好 所以不是我外資已經看今年兩萬二了嗎 嗯 不是跟我說的一樣嗎 嗯 我說台股有賣相兩萬五 然後我說兩萬五太太多了 嗯 可是我說兩萬一兩萬二不是不可能喔 你看 這個就講在前面了 喔 這個就台股的趨勢是這樣子 富人摩派也結算是這樣子 那當然幸好 今天有這個嘛對不對 喔發財力 發財力嘛 我今天等一下想清楚看怎麼送給大家電子單的部分 好不好 就跟大家講好不好 那我也知道今天其實大家很難過啦 比如說 想要說欸怎麼這個豆腐均存現在不行了 我覺得股票 其實你不論操作股票或ETF 你不能看那麼短 看那麼短的話 那你沒有適合你的操作的東西 你可能就只能真的放定存了好不好 太短了 喔大家跟你講這個心態的一個調整 心態調整才能賺錢 好你繼續說來 今天大家的心情就是一則洗一則油啦 我先講開心的事情 就是我們的小紅海化漢今天跟著紅海一起創新高了 因為呢之前投資長就告訴我們說 雨驅追紅海不如看小紅海 現在真的喔整個紅海集團都發動了 另外還有星雲也是今天再創歷史新高 獲利已經60%囉 但是呢我們看一下00940的十大成分股 群光是繼續漲 不過呢 神機中美金卻開屏走低 連漢堂都油紅翻黑了 投資長啊 這個投信不是說好要買00940的成分股嗎 已經剩下一天了 他到底有沒有進場啊 其實我先跟大家講三個謠言啦 謠言 三個謠言完以後再解大盤 就是有些謠言就是說 第一個 他說會不會不進場 一定會進場 有沒有說 比如說還翻開那個公開說明書 他們那種就是申購公開說明書 就00940嘛 像多人豆腐金團啊 然後00940這個打開公開說明書 上面有寫著說 哎呀這個 這個譬如說比例嘛 譬如說我們這個比例嘛 譬如說要買多少 要買多少比例 要買多少比例 然後這是僅供參考 我們來看一下好 好 權重嘛 對對權重 這比重 譬如說要買多少張啊 要換算金額多少啊 這些金額比例啊 是僅供參考 那當然那個僅供參考 譬如說那產總好像9點多% 然後9點多快10% 那這個比例僅供參考 那會不會 然後說這些都僅供參考 特別叫你們去刊議不刊議 很多人現在刊議 你想刊議就刊議 可是不要扯到哲哲 對對對 是跟大家講 那我會講的是說 這個一定很多網友會去刊議 所以我認為原大不會做這個事情 940不會做這個事情 不可能說 我現在股票就是這10檔 前10大成分股 然後結果到時候都不買 或者是 我覺得不只都不買不太可能 這10檔股票它還是會有 只是說比例調整到底會比較少一點 差別再差這邊那邊你知道嗎 或者是說你說完全不進場 譬如說我規定買9成 他就買8成 我認為完全不會發生這件事情 你知道什麼嗎 大家瞪著眼睛看 立委也在質詢 也在討論這些東西 你說940敢什麼 敢就是說完全不進場 因為規定你就是1752億 至少要進場9成嘛 我可能只進場7成啊6成啊 最後再給它拉起來啊 我都不買股票啊 所以豆腐均團怎麼樣潰步成均 大家想吃豆腐吃不到 吃不到 其實吃豆腐喔 是跟當然 我是叫你吃豆腐 我不叫你搶銀行 是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跟銀行貸款買這個 不是不是 搶銀行是 搶銀行的最高境界是什麼 是你搶的銀行 有沒有搶到 都要怎麼樣 都要落跑 哦 沒錯吧 對 可是吃豆腐是吃不到呢 吃不到的話 你原本就是一個殘 就可以殘你投資 嗯 既然EDF豆腐吃不到 那殘行投資嘛 子晨有沒有吃到 子晨沒吃到啊 不是 子晨沒吃到就算了 豆腐變豆花啦 我滿臉豆花啦 是不是 919是沒吃到 沒吃到啊 賠了90萬啊 美債反而賺600多萬了 可是美債我想再買啊 所以你看我本來是不是 我是不是說我想再買美債 嗯 那我要再強調一件事 我在這邊賬面上 我就是頂多買到9000多萬 我不會再買超過的 因為 家訊 你知道嗎 井窟咒 有 我變高三大 我變猴子了 有那個井窟咒 媽媽每天念我 我的年紀這麼大 說絕對不能炫富 所以我會在別的地方 跟大家講 不會在這個帳號 可能會買美債 就跟大家講好不好 我會跟大家講的原因不是說我要炫富 而是 我講出來我就會告訴你 我做的時候我就盡量告訴你 可是我不會告訴你到底我買了多少 因為我不想炫富 我怕到時候可能 有些可能 可能別家的營業員會 欸郭忠祐他在別家 買別的ETF 欸怎麼不告訴我 我不告訴你原因是因為 我不想炫富 這是前提好不好 可是我原則上 我還是會買美債 這不要擔心 我們只買ETF 我不能買股票啊 是不是 買股票你看看今天是不是有很多人就說 哇神奇是不是哲哲吃完豆腐落跑了 欸也沒有嘛 是不是 因為什麼 因為神奇哲哲還在 還在嗎 那今天為什麼跌 我有說過最大的買盤是什麼時候 除息 除息錢嘛 所以今天除息完以後今天就賣壓了 賣壓以後豆腐均不成均 你們自己下自己 但你們自己下自己的時候 00940就算 1000多以 他有怎麼樣 孤城無利可回天 但是我不希望看到是說 到時候變成 940有買盤 投信大買盤的時候怎麼樣 外資剛好在賣這些股票 那你大家就覺得不高興嘛 為什麼外資剛好這個時間等一下可以賣 你聽懂嗎 我不希望發生這樣的事情好不好 那我就不多說了 等事情發生再說 因為今天剛好投信買238億有沒有看到 外資賣237億 你看很多人都會覺得 啊幹那麼剛好 是不是哲哲不想要發生的事情好像發生了 這數字還還蠻 這個剛好有沒有覺得嗎 再看一次喔 投信買多少 238億 對 外資賣237億 對 可是很不想要這事情發生 不過明天外資 買股修飾會不會有可能 外資就 好 那就回來了 照理說明天美股修飾 怎麼樣 買盤會比較不積極一點 你聽懂嗎 照理說最不積極會是禮拜一 因為他是禮拜五修飾嘛 可是明天可能就會稍微休息一下 你聽懂嗎 照理說明天就會休息一下 所以明天如果投信用大買超 按照這個邏輯的話 明天至少要買個600億以上到1000億以上 如果外資明天買600億呢 投信明天買600億呢 外資給你賣400億呢 嗯 那是不是我說的 為什麼 剛好 等事情發生好了 好 我不要再講 只是現在有那種除不及交 我不要再講 好不好 我是覺得為什麼 都知道哪一天 是不是 我不要再講了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來 來 所以我只是覺得 唉 賞戶喔 這則就盡量的 我能做到就是我做到我該做的事情 好 好不好我只希望不要吃不到豆腐沒關係 反而是外資 吃大家的豆腐 嗯 吃九十零豆腐 吃九一九的豆腐 對 這樣不公平 嗯 好不好我是跟大家講 你看喔 你不覺得今天這個金額真的 我看了搖頭啦 你懂意思嗎 嗯 我看了搖頭啦 同時 而且我不是說話要預告喔 不是 好不好 進來看喔 投信買 買囉 買了 投信買多少 嗯 兩萬五千張 對 代表他真的有佈局了 嗯 你看投信今天沒買 是不是完全符合我說的 怎麼 除息錢 除息錢嘛 因為你九十零一定要發股票鼓勵嘛 嗯 因為發股勵就高股幾天 所以真的除息錢 所以你看我抓得很準啊 我好多事都很準 只是有些話我真的 唉 怎麼出口 你知道嗎 愛在心口口難開 口難開 愛是阻礙的愛 對啊 長榮年墊兩萬多張 好 那如果今天長榮年墊 你看長榮首次 今天基本上沒漲嘛 嗯 沒錯吧 沒有錯吧 沒錯 好那如果今天長榮買兩萬多張 然後 我先講在前面喔 不要說我失誤話喔 長榮今天買兩萬多張 最後外資也賣兩萬多張呢 那很 為什麼外資可以吃我們豆腐 嗯 請你告訴我這件事 為什麼外資知道吃這個時間點 聯電 那如果聯電呢 聯電就算了 因為聯電 他是第二名 可是聯電 金額也多 很多的外資成分存在嘛 嗯 如果這兩個都剛好都是投信買 買兩萬多張 然後外資又賣 賣一萬五千張 為什麼 嗯 你知道嗎 我是跟大家講 如果之後豆腐菌 潰不成菌的原因是因為 外資剛好都知道 我們剛好知道 投信什麼時候買 那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好不好 為什麼好不好 當然我不希望這發生的事情 好不好 我就不要再多說了 好不好 好 有時候太極佛也不好 來 所以我今天要為大家 創作一種絲 好不好 絲 好不好 在絲的過程中 我們先來看一下 來看一下 這個絲 悲喜交加的一天 剛好怎麼樣 這個歌詞 剛好怎麼樣 副謀台結算 再次上衝下洗 先殺一百六十點 再拉一百三十點 嗯 真的太大了 這個 來這個 怎麼辦 怎麼辦 來先跟他講 來 悲喜 字幕 悲喜交加的一天 無不 來我們來 muse 等一下 music一下 淡姐我要放大 我有點強迫症 太大不能太大 太小不能太小 遮遮豬隻 這樣就好了啦 隨便 我們來放一下音樂 3 2 1 很大將斷觸 我算是斷觸 喔 小四零 明星期一零 一千七百億 近住 近住啦 彈套在一群光 統統都來得 神奇拉會 怎麼辦 討信到底有沒有慢 不錯吧 不錯欸 今天有沒有請 昨天是請那個 Blackpink的 Jenny唱歌啊 今天請周潔仁來幫我 唱這首我創造的AI歌曲啊 可以這樣選了 這個用這個來解經的盤 夠了吧 夠了 好聽了吧 因為昨天有人說我唱歌不好聽 則就閉嘴了 如果又會唱歌 數學也好 邏輯也好 然後股票天天賺錢 那太過不公平了 好不好 好不好 這很比較有感覺的吧 摩愛結算上升下期嘛 先殺一百六十點 再拉一百三十點 相對看跌嘛 是不是 那頭信哪有買 我已經告訴你頭信有買 問題是 問題是 外資為什麼 就剛好可以到貨給我們 你知道嗎 我很不開心這一點 你知道嗎 但我現在目前為止 我也不要再多講 好不好 我只是跟大家講 來我們看一下這件事情 來 因為現在只有頭信的一個數據 只是今天會更明顯 你聽懂嗎 那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今天買的張數很明顯的 是怎麼樣 作戰了嘛 對不對 不是作戰不是作戰 很明顯的今天就是九十點買盤的 我不能說一定 我只能說九成的 看那個張量就知道了 對不對 沒有錯吧 你聽懂嗎 兩萬多張吧 那我們看一下喔 我們那時候說他要買幾萬張 九萬一嘛 對不對 然後年底要買十萬張 所以照理說他可能前兩天之前就買五萬張了 後兩天可能要買什麼 兩萬張 兩萬張 所以明天常常能定應該會買兩萬多張 你知道嗎 我只不希望發生那種 投信買外資賣的一個想法 一個發生好不好 一個情況發生 我們來看一下喔 所以這個歌 來看一下 大家如果支持我這個AI創作好不好 所以我跟你講 那我回到一個重點了 其實我選的股票盡量有AI相關的 對不對 確實的 四千零七十五人了有沒有看到 這一倍十元 六倍十元就很好啦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週朵危險了 審計原因當然明天會買嗎 明天會買我不知道 因為他看起來今天都沒有買的話 代表他真的買完了 那就如我所料的 可是真的買完了 他買盤進駐完了 我只問你一件事 ETF未來會不會是主流 會 AI會不會是主流 會 那就是還有遠遠不前的買盤 資金 然後AI是個主流 那就代表不是泡沫 不會泡沫 EPS就增加 EPS增加 大家從ETF賺到錢 他就持續買了 所以其實謝金河 謝金河常常常講一些東西 我跟你們消耗反指標 消耗正指標 其實他有些觀點是對的 你不能做ETF 像做股票一樣 你知道嗎 那你做股票像做期貨單充一樣 你懂嗎 期貨單充的人 大部分單充會賺錢的人 我跟你說真的 十萬個人看有沒有出現一個人 那一個人裡面對不對 那一百萬個人可能出現十個人 十萬個人出現一個嘛 一百萬個人只剩十個人 那一百萬個人 那十個人裡面 九個人都有內線消息啊 知道中職戶 知道大戶 知道外資之間 投信在做什麼買什麼 吃這些豆腐啊 你聽懂嗎 都是知道這些 所以基本上你可能是百萬中選一 你為什麼要賭你是百萬中選一 就是你好好做ETF 做0050的 我旁邊的親戚鄰居 如果十年前有聽我過這種話 你就是你對著我一對親戚 他們又很膽小又很保守 然後又想要天天致富 那其實這種情況下 你保守膽小你就應該買台灣50就好了 你就買ETF 可是你膽小保守 膽小保守的同時 你不能又怎麼樣 你不能又要 我要買一個最激 我又想要賺快錢 這兩個是相違背的 對的 他講得很好 150元的什麼 150元的台積的那個0050 是花20年的時間 我還記得2008年 2007年的時候 你知道嗎 我跟我身邊好多朋友講 那時候聽到海嘯 30幾塊 37塊的台灣50 你有想過台積電碟聽版嗎 我跟所有人講 你知道我所有親朋好友講 那時候啦 可能真的那時候人為嚴親 人為嚴親 剛出社會 Nobody 大家不認識我 Nobody 不要去唱歌 大家就不要唱歌了 好扯遠了 你知道我跟一二十個親戚講 一個人都沒有理我 也是那時候我覺得 那我不如當分析師 我幹嘛 我跟你講 我現在跟大家講以後 大家很奇怪喔 我還是跟他們推薦台灣50 很多人有些人會照做 有些人會覺得說 你過種就是不報名牌 你不夠意思 可是我 我是有苦難言啦 其實很多事情我看得很清楚 包含這一次 就是你看 就是這一次你知道 你知道 你知道九星在幹什麼 你知道頭星在幹什麼 你知道今天可能買 他又變賣了 你知道你會覺得 你會很困惑 很confused 你懂嗎 你懂嗎 你會覺得有些東西 我也不想要 說得太仔細 因為我覺得沒有任何意義 對啊 所以我跟大家 你聽得懂聽得懂聽不懂 我不想要跟大家講 可是喔 我只跟大家講 我近期在我 我只求對得起我自己良心 我到這個地步 你看我今天沒帶表 為什麼 我那表超貴的 可是你覺得我 我說好說我買那表 我都告訴我自己 我買那表 不是為了讓我開心 只是讓我自己不要不開心 因為我覺得到一個財富地位 你有時候還是要消費點 不然你不知道人生目的什麼 然後回饋社會 其實我希望的是 你們真的能在我身上 學到一個正確的投資觀念 他不可能我每天掌 你要看我每天掌 真的不要看我過這種節目 你要看每天掌 拜託你去找摩爾 其他的分析師 天掌停板 魔術師 他是可以找別人的 可是你要找實在的 你可以找我們摩爾的分析師 你可以找我 我沒有辦法每天跟你講 你不能因為今天神奇 拉殺個7%你就不準了 我昨天就跟你講 他買盤已經在什麼 除息錢 除息錢啊 最大買盤在除息錢 可是除息後還是會拉 只是拉的過程不會那麼快了 那越跌呢 殖利率越怎麼樣 越高啊 所以你在怕什麼 所以是 我為什麼每天要給AI創作 我問你一件事 如果AI創作 你覺得我會不會 如果他現在要給我收錢 你覺得我會付錢 會 一千塊也好 一萬塊也好 我都出 是不是 一千塊一萬塊也好 是不是 所以我就說 我一切一切遇高錢 我不去試話 不去碼好不好 很多事情 你久就知道我都看在眼裡 比如說一個分析師 到底有沒有跟 跟 跟 主力出後 我也都看在眼裡 只是我有時候不想點太明 你懂不懂事 我只希望外資不要再吃我們豆腐了 吃那麼明顯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所以 一切一切就遇到前面 那今天 怎麼沒有唱 有人說今天為什麼沒有唱 因為昨天有人嫌我難聽 就不想唱 只能為你寫詩 每天都會寫詩 好不好 豆腐音樂士 這跟大家講 好不好 父母台就是這個 這邊寫父母台結算 有沒有這月曆 有沒有寫 很清楚 來那個 是要把那個三月份的那個 刑事曆給我 圖片給我 三月份的 好不好 還是四月份 我跟妳講 其實壯壯期還是會賺到錢 妳不用擔心 不論是940還是919 還是929 壯壯期本來就會賺錢 妳在怕什麼 它怎麼樣的並進存好 其實金融會議現場有規定說 就是說 就是希望很多網紅 你知道現在有最新規定 網紅 以後要分析師 本來就該有 分析師執照 要分析師執照 他們那些人說自己 了解財經產品 然後連分析師都考不上 你倒是我很相信嗎 不相信 然後更有誇張的是 明明就在收會員 明明就搞訂閱 明明給你投資建議 還不來投顧公司上班 那更非法 很多網路上都會被檢舉 賣軟體的搞訂閱 你去找什麼 訂閱 然後投信投顧法規 一堆被罰 網路上可以查 你去搜尋他判決書 去司法院的網站裡面搜尋 所以這只堅持做合法的事情 妳不要就找合法分析師 找合法投顧裡面的合法分析師 那一樣合法投顧跟合法分析師 還是有人假罵我 所以如果我 因為我臉書很少用 我為什麼這樣用 我就是說臉書就是 就是很多詐騙嘛 很多 現金很麻很多 我早就知道這家公司很無良 我這樣講OK吧 我無良事實 因為為什麼 我每次檢舉他都不理我 反而把我下架 所以我人數我現在才一兩萬而已 我之前好像七八萬多少萬計的 所以我懶得去處理他 可是我告訴你 如果你真的要加我臉書 七千人以上的 七千人以下 幫我通通檢舉掉好不好 檢舉掉啦 只要寫郭總 搜尋再出來一二十個 全部都是反罵我 幫他全部檢舉掉 幫我按檢舉 做個好事情好不好 是的 有人說周董是會員 周董唱歌 這跟大家講好不好 等待來 理由並不像歌 不能這樣講啦好不好 我們要不是真的出事了好不好 好 來來 專門已經買完了嗎 外資跟投信 你看剛剛好這些金額 真的還臭小 所以明天會看得清楚 外資更清楚走向 因為明天外資不應該要大賣超 你懂嗎 你這個問題是很好的問題 OK 成績是940成分股之一 當然還有救啊 他越跌越有救 好不好 這頻道猛 謝謝你現在認識我 看一下我直播人數 看一下看一下 4513的有沒有看到 有 是不是誰會笑到最好 我告訴你誰會笑到最好 好不好 那個結算日被交集 鴻海集團笑 00940919豆腐集團哭 誰笑到最好 我告訴你誰笑到最好 好不好 很簡單 撐最久的笑到最好 聽懂嗎 撐久了 這跟大家講 至於還能加碼嗎 至於我寧願打底鍋 他那個看起來是無 說老實話 就係數現行的話 我要尊重他 他看起來是無底洞 你聽懂嗎 我寧願打個Nike出來 Nike知道嗎 Nike的一半 Nike Nike Hawaii Nike出來的時候 一個是英文一個台語 Nike要出來的時候有沒有 你在買 初步出來就可以買了 這邊 好 或這邊買 Nike出來的時候 這Nike嘛對不對 出來的時候 來去Hawaii 就來去買了 知道嗎 知道嗎 先跟大家 所以在這邊出來的時候 Nike出來的時候 再買就好了 好不好 一個圓弧形出來了 打底完成 圓弧形出來了 打底完成的時候再買 知道嗎 已經教學了 不要亂低接 手會軟 除非是ETF ETF就可以著實交易 來 我這叫右側交易 確定的時候再買 那ETF台灣50呢 我那時候不是賠 不是先賠500萬嗎 最後一千多萬嗎 說實話 我那時候一定有跟你講 我至少講了十幾次了 哲哲要不是單分心師 不然台灣50我會一直抱 是的 有講的請回答 有講 有講 那時候我台灣50 賺了一千多萬總嘛 對不對 對啊 你大家會覺得 你是我找的公讀生 找別人來講 說有沒有講 你要回答一下 說哲哲有沒有講 好直接要賣 外資賣的這些行為 其實我都有講 來 所以說 我跟你講 我放到台灣50 放到現在大概三千萬 我少賺快兩千萬 那你覺得我當分心師 比較划算還是不划算 不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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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真的不是為了錢而已 你不能說完全沒有為了錢 那太誇張 那太噁心了 我不喜歡講噁心的話 當然也為了錢 可是為了錢的成分 有些是什麼 有些是一種像玩遊戲 身分地位的象徵 就像我投顧界最大的分 投顧界最大的 投顧就是摩摩投顧 這就是會議人數最多 這個我聽起來很開心 就這樣子而已 可是我真的不當分心師 但是可能限制還比較 限制還比較少 我可以講更多 告訴你更多的秘密 秘辛好不好 只想說算了 有時候也不要 也是給大家 彼此彼此 不需要 不需要逼人太急 年輕的時候比較是這樣 現在還好 所以你點到即時就好了 我也不想講那麼多 來 有沒有看到 這次有沒有看到 有什麼 什麼飛龍就業報告啊 台灣50基度調整啊 是不是 雖然飛龍就業到最後是8號了 我那時候有更正一下 好 台灣50基度調整有沒有看到 每股失誤日都有 今天怎麼樣 今天大波動啊 什麼結算 富台摩台結算 那明天呢 每股休失 所以明天外資不應該大幅度買賣超 知道嗎 所以跟你講 富台摩台結算 所以今天波動很大 有沒有看到前面 有 有啊 哲哲不失的話不忙好跑耶 哲哲不失的話不忙好跑耶 所以你去想看等一下咱們的意思 你去想一下好不好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哲哲連一個行事曆都給你 所以今天 剛才我們看到留言 你看哲哲都會講 來看一下 等一下 畫面有沒有 重新逃 順便看一下直播人數 好 看直播人數 好 4700人 越來越多 好不好 來喔 喔 來來來 有 什麼延到4月28 是什麼 什麼延到4月28 是治療還是什麼東西 來 外資也在看整個節目 想要知道全台灣最大的直播人數 總共在想什麼 放棄去交三億的先知 喔 所以延到4月28 那你就買啊更好啊 對啊 這是什麼放棄的 你講一下公司 你看有講喔 大家就說有講到有沒有 我剛才講說有講什麼東西 喔對 我說我台灣50 如果放到 我說我捨不得放台灣50 如果不是 要不是折擇單分析師 折擇不會把台灣50 除掉 所以你買ETF不是這樣子 買利文件的一件事情 你要用定存 這是終身定存的觀念 什麼意思 你就買了 長期 家裡真的缺錢的 家裡有意外有發生的 真的不得不賣 賣 你家裡買房子 缺錢賣 聽懂嗎 不然你就一直放一輩子 你就把它當作一個什麼 銀行的定存戶頭 記得我這個邏輯 以後就會有人模仿我講這句話 可是你記得一定是郭總第一個講的 一定是 一定是 我太多太多的梗 一堆台灣的分析師 不論是本土外資的分析師 投資的分析師 全部都在看我的節目 你要不要用定存的觀念去看他 你懂不懂 可是定存的觀念去看他 可是我跟妳講 跟我剛才講的一樣 跟我剛才講的提醒 可是監管會有提醒你 ETF是ETF 股票是股票 因為的確ETF風險比較高 可是如果你拉蠶來看的話 基本上 理論上 邏輯上 ETF的勝率 或者整個的操作性 或者整個的利滾利 絕對比定存好太多了 好不好 如果你是非常膽小的人 那你就買美債 美債不會倒 定存銀行可能會倒 兩個風險比較的話 銀行倒的風險還比 美債倒的風險高 這是事實啊 美國會倒嗎 不會 台積電倒的風險還比 美國倒的風險還高 我告訴你 你都敢買台積電的 不敢買美債 你看 美債只有匯率風險 跟價差風險 可是你如果是 我就發鼓勵啊 有什麼風險 沒有啊 是不是 等到他降息再賣掉 那是什麼風險 是不是 講清楚了好不好 來來 也會講的都會講 哲哲說 那所以有些賞務來看清楚 有些賞務不認識我 我們看一下這支新聞 公安時報報導對不對 初心0050好賺千萬對不對 對的 是不是 這是公安時報5月30號報導 是 有七八個新聞 十幾個新聞在報導 然後這賺多少錢 一千一百五十一萬 哲哲在YT節目 郭忠在YT節目 郭忠在YT節目 表示怎麼樣 0050獲利出清 大賺一千一百五十一萬 並捐出部分獲利給慈濟 家福基金會等慈善團體 這則 真的預告在前面 是的 這則不是事後化 馬歐泡 我出掉了我就捐錢 捐錢完以後 我再跟你講 我其實不想出 我只要讓你知道 我有賺錢的能力 就是跟大家講 而且我就是有 那時候就是有時候煩 想要專心 專心怎麼樣 帶會員 真的有想到會員 現在九一九我也煩 其實才幾十萬而已 哲哲絕對賠得起 可是哲哲就煩 因為哲哲就追求完美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 哲哲會私底下做股票 我做股票我一定很煩 我可以自己專心的做股票 可是我也沒辦法 就是 邊做股票 然後 邊帶會員 然後邊出貨給會員 第一個我很不屑這種事 我覺得良心絕對歸不去 然後第三個 我會整天心情很煩 我又沒那麼在乎錢 我那麼在乎錢 我就買台灣50十八國報 所以剛才網友都有講 他們都見證 哲哲有講 我不想出台灣50 有沒有看到 都有講 都有講 好不好 有講 這跟大家講好不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沿到四月十八 沿到四月十八當然是一個小利空 如果神經沿到四月十八 好不好 不要損慈濟嗎 我沒有損慈濟 我沒有損慈濟 你在說什麼 池濟 在那個 新北市最大的 在新町那邊 我都知道 你怎麼不知道 然後在那個 健康路 是健康路交接路口那邊 是不是 那個 小巨蛋下一站 什麼站 那邊也有慈濟的 我怎麼不知道 還有華山那邊也有慈濟的 你覺得我在損慈濟嗎 沒有啊 我比你還瞭解慈濟 我告訴你 慈濟活動我參加的比你還多 站起來也知道 我算半個慈濟人 對不對 都知道地點 對啊 都知道哪些地點 東區那邊也有 大巨點我都知道 辦活動都知道 善人要去台北 要去台北演講的話 大部分都是什麼 大部分都是那個 去新店 什麼堂 對 反正就是在 在醫院附近 在慈濟醫院附近 隔壁而已 都在那邊演講 如果要去的話 大活動那邊那邊很大 對啊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對藍青山民站 對藍青山民站 那邊有個慈濟的 對啊 在那個body shop的樓上 都知道 16樓還17樓 好細喔 所以你們看 你們都誤會我 這個哪 日元可以買 那個圓不是這個圓 日元隨時都可以買 反正小錢 我拜託我們不要討論 討論那個宗教好不好 只是你們不要誤會我 有沒有變質不變質 這不是重點 好不好 我覺得 我覺得 你可以做善事 可是你不要因為別人怎麼樣 你就不想做善事 那變成我們找理由了 你聽懂嗎 我不是要批評你 就這樣 我講過人生道理 好了 其實我小時候我也覺得說 我 我父母對我不公平 他可能對哥哥比較好 對姐姐比較好 可是我那時候只問我自己一件事情 重點是我父母有沒有愛我 你知道很多人會 很多人會對父母不孝順 他是因為他找理由 找藉口 因為父母偏心 父母再怎麼偏心 他對你還是對一般人好 這是重點 你聽懂嗎 當你想透過這個重點的時候 你不想孝順他 只是你在找理由的時候 那你當然就不想孝順他 你聽懂嗎 重點是你父母本身有沒有對你很好 如果你的父母真的對你沒有很好 那清官難在家務是 如果你只是因為批評你的父母 對你兩個 對他其他姐妹 兄弟姐妹 誰比較好 誰比較好不好 說實話 你只在找理由 你只在找理由 不想孝順父母而已 但你想透過這一切的時候 你就知道 你該做什麼事情 你聽懂嗎 那你要做上次OK 你覺得誰變職了 哪一家變職不變職OK 可是我不喜歡這個變職 你不做上次的理由 你可以找別家 那我覺得沒問題 好不好 所以也是一樣 我跟大家講 其實這些東西都是一樣好不好 都是一樣 當然你看今天也很多人在抱怨 怎麼樣 抱怨 吃豆腐不能吃豆腐 很痛苦 其實我跟你講 這就是人生 我只得不是完美的 你聽得懂嗎 只得不是完美的 所以當分之之後 壓力是很大 我只能六日就說明講 可是我還是希望你就是看長線一點 幸好AI 所以我就AI創作歌曲 好不好 好 這跟大家講 我想要再聽第二次歌嗎 今天大家有點悶 嗨一下 還好嗎 還是還好 再聽一次就好了 再聽一次 心情開心一點點 來來來 再聽完歌曲的時候 大家想一下 來 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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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一百檔股票 你有一檔股票大賠 慘了 留言區就會這些東西了 開始講了 來 所以我現在很生氣 我現在大概過年前 我做什麼票買什麼票都賺錢 有人還錢賺不過多 在底下留言我就很生氣 我說你是沒看我做不順的時候 是不是 好我們來看一下 來 六四一四的華漢股價上漲超過6% 再賺五年多新高 再賺五年多新高 已經賺超過17% 當然 現在 反而是大紅海比小紅海強 因為今天紅海的線型很漂亮你知道嗎 嗯 可是我跟你講就抱巴力而言 可能還是怎麼樣 小紅海 還是小紅海比較好一點好不好 所以你要了解這些股票 誰要解這些股票是什麼股票 比如說華漢 你要去了解說今天要誰搶 杏雲 杏雲 來喔 那個 那時候 你有沒有印象 我那時候有 為什麼有關於展廳吧 來你看喔 你看我這個圖喔 來 欸 沒有小紅海圖嗎 喔 是呀 幫我小紅海圖給我 沒有 我那時候不是說小紅海那個點閱率嗎 給你們嗎 對不對 我不這樣講嗎 那不是點閱率是什麼 我那時候說什麼 小紅海的那個 就是圖片 就是說像 複製紅海走勢 直律有三檔股票 嗯 有兩個我打星號 有 一個金鼎一個花漢 然後一檔快4%的是什麼 就是管雨 沒有錯吧 有沒有印象 有喔 有印象對不對 那你看今天19對不對 58真鼎 19 198 4958吧 助理打錯字 幸好我還記得 你看 所以你要了解這個真鼎 今天漲是真的還漲假的 但是有時候落後不漲 會漲得比較強 可是你要了解原因 有什麼意思 如果今天虹海不行了 這些股票可能就不行 所以你在買真鼎 你在買管雨 在買這些過程中 甚至我的畫漢人的過程中 你要先看虹海 要把虹海設定為自選股的龍頭 不然你不知道你怎麼做股票 你知道嗎 這些東西誰要教你 所以我只是願意教你 只有你成為會員的時候 我才可以教你 是不是 父親也是一樣 好不好 這是相關的虹海集團這些股票 好不好 這個不論對我做一切一切 預告前面 那我當中產休息的時候 我在跟你講 怎麼收尋 怎麼拿到3月份的一個 4月份的一個怎麼樣 理財新資利 好不好 中產休息你覺得整個很實在 可是好多預告也預告前面 我歡迎怎麼樣 來電查詢 108668185 或叫LINE私訊我 不論對我做一切一切的預告前面 等一下有更多標股的故事 要告訴你 我們的發財力可以說是賺錢的秘密 那麼接下來4月份的發財力 到底要怎麼樣領取呢 有請投資長 有什麼暗號嗎 有啊 今天我們給大家暗號好不好 因為上次我給他暗號就是說 哲哲我要發財 我要發財力 這是一樣 請你在底下留言的時候 加毛 哲哲我要發財我要發財力 來我給你舉例一下 一樣的 來 因為這個發財力這比較好 來來 來看一下 哲哲我要發財我要發財力 來來 外資寬到投信結 不要說我沒說過 我講在前面 有 就是這個就被外資吃到豆腐 不然豆腐君一定可以 豆腐君理論上是可以賺到錢 好不好 哲哲怎樣 來 我要發財 哲哲我要發財 來 我要發財力 好不好 哲哲我要發財 我要發財力 OK嗎 OK 哲哲我要發財 我要發財力 謝謝一下好不好 對不對 好 也可以這樣子 這個更好 哲哲我要發財力更好 用這個為主好不好 肉依環好不好 黃雅姐你好 好不好來 哲哲我要發財力 留言完以後 也要留言完到我們檢查 我們就抽查 然後檢查完以後你再加我LINE 然後告訴我們怎麼樣 助理 說我們要那個四月份電子檔 OK嗎 OK 四月份電子檔就送你了喔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的喔 四月份電子檔喔 馬上請大家來想一下 好不好 開箱到支援兩個字 通過封鎖 不用了不用不用 我不是這種人 你是自由沒關係 你不要酸我就好 對 你自由沒關係 只是說 這個都有展有跌 一定人生 你能接受有賺有賠 你能接受你人生有些失去的人 你才能賺到錢 好不好 趕快洗版洗版喔 你看哲粉的威力喔 好不好 看你要不要找第一名的分析師 你看 就這麼多人想要我們的發財力 真的很厲害 那 他們就認為哲哲可以讓他發財 趕快要留言完以後 然後再加我們LINE 或者你本身已經加LINE 直接私訊我們的 服務人員 好不好 然後女服務人員就聯絡你了 好不好 對阿哲不大便算更多 沒有錯 是的 會賺三千萬的 這個都OK 你自己算一下嘛 是不是 有沒有看到這麼多人 謝謝 對肉依環 對阿哲老公帥 阿威喔 你是男生女生 隨便啦 我都愛你們好不好 來 來 什麼精彩 精彩怎麼樣 不要洗一把 你問一次就好了 而且就打錯字 再這樣亂就把他封鎖 對啊 這這個問法就不喜歡了 然後就是欠你要 故意一定要洗板 好不好 OK嗎 你看這個 你看第二次了 助理把他搞定一下 怎麼看 怎麼看我不講過了嗎 有什麼怎麼看的 我多說沒有用啊 怎麼看我前幾天不就講 我上禮拜不就講了嗎 是啊 這個 你覺得外資怎麼知道 今天剛好要大買 嗯 這個就算了 這個要看 你要看股票嘛 如果他大賣237億 又是 就是今天什麼 今天怎麼樣 今天那個 00940啊 00940怎麼樣 成分股裡面大買的 那就好玩了 都知道消息一樣 是不是 這跟大家講 我不多說 多說變成得罪人 這樣不要 好不好 好 來啊 我覺得 我 我看一下 我請助理跟你算一下 明天要至少買幾億啊 嗯 明天可能至少要買 八百 七八百億以上 哇 那明天買七八百億 你看到外資如果 不多啦 賣六百億怎麼辦 六百億的時尚錢大 嗯 那這個 問題就 就大了 有戲喔 就很多問題啊 好不好 警告其實 我沒有要幹嘛 只是分析師 好不好 就這樣子 明天應該蠻高機率的 哈哈哈哈 不要說我沒錯 明天應該會蠻高機率的 先跟你講 外資投信應該明天 至少投信明天大買 然後我不希望發現明天 外資也 大賣 嗯 明天投信應該要大買 大概七八百億 我不希望明天外資大賣 怎麼樣 五百億以上 嗯 OK嗎 因為五百億就不是正常情況 兩個都不是正常情況 好不好 OK嗎 所以你就會發現 這好恐怖 一切一切遇到前面 嗯 就這樣 記起來 所以你要找一個真的看得懂股市 誰願意在你這邊 然後誰真的願意講良心話 要嘛我就不講 嗯 像我今天要講不講的 聽得懂 聽得懂 我覺得算了 然後如果 就感覺會變很多 想講的話不能講 也蠻痛苦的 還在心裡 隨便 隨便啦 因為我這個人就是屬於 有話就直接講 有時候有些東西 我看不慣就直接講 但可是我至少 我不會 講出來的話 我不會去騙你 要毛就不講 對 就這樣子 要毛就不講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來看一下 紅海集團 黃海集團會拉 當然有機會拉拉 黃海集團會拉 黃海集團會拉 好不好 黃集團會拉 所以這紅海 那這個呢 韋創 這韋創 這韋創也是一樣 這個也拉起來了 那黃海跟韋創 那沒有關係 那韋創怎麼看 我說過AI不死 難道我要再聽第二次第三次 第四次我的音樂嗎 沒有關係 接下來我都會盡量每天創作音樂給你聽 好不好 好 那你就知道我是 AI界的周杰倫 嗯 好不好 股市界的周杰倫 周杰倫 這慘了 剛才不是覺得剛才那首歌很像周杰倫唱歌嗎 是啊 很像他的聲音 好啦 那我跟你講啦 就像譬如說你說中美金或群光耀 一跌又拉起來了 嗯 940成分股就是這樣子 919成分股這樣 跌身就會拉起來了 懂我意思嗎 好 然後那這個見準怎麼看 見準應該要拉 因為它是 它怎麼樣 是紅海集團的 你知道嗎 所以紅海集團是放紅海集團的 嗯 所以它拉的過程 它還是有機會在創新高 因為畢竟老大咱是這樣子 沒必要老二老三跌 好不好 就慢慢跟你講這些東西喔 喔 那神奇怎麼看 就像講的一跌跌下去了 還是有機會拉起來 為什麼 跌越深怎麼樣 殖利率怎麼樣 殖利率 跌的話殖利率越高 喔 對 你直接告訴我答案就好 好 跌越深的話殖利率怎麼樣 就會高 越高嘛 那 那 ETF就會怎麼樣 就會漲 ETF就會漲 ETF跌 ETF就會買 買了以後它就會拉起來 對 我跳到後背去了 那ETF就會漲 OK 好 講清楚一點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這些股票 我看一下今天要什麼留言 幾分呢 今天很多要發財力喔 好不好 鎖一根誰會鎖一根 不會鎖的啦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他現在問題是他本來可以漲 然後沒有漲 他現在的賣壓是絲襪性賣壓 很多豆腐 很多豆腐菌吃不到豆腐喔 變怎麼樣 做多不成 怎麼樣 反殺多 然後變豆腐菌 人人踩豆腐 你看豆腐全部踩下去怎麼樣 碎爛掉了 像是變這樣子碎豆腐你懂不懂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明天上下幅度更大 我就說啦 我認為我預期明天是一個 外投性 超過700億 外資可能賣超過 400、500億的一天 好不好 預期 那等等 不定準 請明天看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不要多說了 不要多說 你們不要再 不要再害我了 這樣 一堆人套了一下 哀叫不要再罵人家 可是 是真的不適合做股票 真的不要緊張好不好 不適合做股票 不是叮你 而是這樣的心情你會不開心 哲哲 我說過 哲哲不買股票的原因是 因為知道 我第一個我知道 聯心過去不去 第二個我知道 我沒辦法分心做事情 你知道嗎 這兩個都很重要 但聯心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不做股票 那我會覺得沒辦法分心做事情 我會變得我很專心做股票 可是到最後 我什麼時候做不好 因為還是心情煩 因為我追求完美 這跟大家講 謝謝哲哲我有發財力 你有留言嗎 有要留到Line囉 好不好 真的有拿到發財力 這一次把機會留給別人 不必留啊 你還是可以要啊 都可以啦 都可以啦 你可以再跟他們要一下 今天怎麼看 為什麼剛才精彩同一個人 我看一下精彩 有發生什麼事情嗎 應該 就還好啊 就一個打底的過程 好不好 股票是這樣子 他其實有時候 就像洪海被人家罵兩三年了 到這邊噴出去 噴著你不要不要的 好不好 你要做的事是說跌的時候你不要特別難過 展的時候平常心 洪海我沒叫你出掉 沒有 我說我沒有進展算了 可是我沒叫你出掉 沒有 是不是我沒有完全沒叫你出掉 我那時候怎麼說洪海怎麼說 我從頭到尾都十字線 記得洪海十字線破了就一定要走 答應我打咕咕 打咕咕 給洪海等要打咕咕好不好 十字線這邊 我要給你價錢 多少 142元 十字線跌破一定要走 好 那你不是說洪海十字線差那麼多十幾塊 不會 他會上去 他就會盤整 然後上去破掉 就走 不要問我 好不好 好 不要問我我已經送標股給你了 告訴你了 送到外面叫你出 就告訴你來看一下 這個 我要講這些東西 所以明天一樣 那我跟你講豆腐軍團現在自相殘殺 大家知道我吃不到自相殘殺 殘殺完畢後 冷靜的人怎麼樣 回歸下去了 他繼續持有這些股票 他不會殺 股票殺不動就會漲 這廢話還是實話 然後明天又會變成投信外資大亂鬥 一個大買一個大賣 很有可能的情況之下 那變怎麼樣 為什麼說很有可能 因為如果 因為看今天投信買賣超 跟外資買賣超就知道 那我不是適合話 我跟你講我不是適合話 反正 很多人喜歡看我的節目 就知道我一切一切遇到前面 有些話我就不多說了 我只是告訴大家 這只而你們掌握的權益 我一定會用盡我的生命 來盡量幫大家 維護大家 好不好 我希望大家能賺到錢 好不好 我真的希望能賺到錢 可是有的賺錢 真的不是一觸可擊的 真的 你得要相信我 好不好 多多聽聽歌 多多相信 那你說老實話 其實姐姐今天搞得好像 好像如上烤筆一樣 這什麼意思 明明就是怎麼樣 今天怎麼樣 星雲怎麼樣賺幾% 你告訴我 是的 星雲已經賺超過52% 好 重新來講一次 今天的簡訊 3月28號 恭喜3583星雲 股價表現不錯 再賺歷時新高 已經大賺超過52% 手上持股 獲利虛報 來 還有呢 還有 今天的簡訊 3月28號 恭喜小紅海6414化漢 股價上漲超過6% 再創五年多新高 已經賺超過17% 手上持股獲利虛報 酸持股獲利虛報 注意一下 酸持股獲利虛報 所以不論對我的時候 我一切就預告前面 去想看人家 想看分析師 外資的想法 我都知道了 很多行為 我都知道了 所以你要找一個 真的看透一些的分析師 那真的想要頒助你的分析師 如果你認同我的理念 你真的覺得 跟別人完全不一樣 不論是邏輯性 或是idea 想梗 或者說真的節目 這些標股真的抓到 賺一大把 真的鴻海的趨勢告訴你 那你認同我 歡迎來念恰行 080668085 加我們LINE 私訊我 記得今天要留言說 哲哲我要發財 我要發財力以後 再加LINE 提醒怎麼樣 一樣要留言 再留一次 先在我們的留言區 裡面留言 底下留言區留言 歡迎 再加我們LINE 再告訴 通關密語 就是哲哲我要發財力 留第二次 就可以拿到我們4月份的發財力了 不管怎麼樣 我預祝各位能夠賺大錢 謝謝各位 投資長看得到我們看不見的未來 如果你們也想要跟我們一起獲利的話 電話趕緊撥打 0800668085 0800668085 還有趕快到LINE上面留言 你要發財力吧 我們下次見 觀眾朋友注意喔 最近詐騙盛行喔 我只有三個官方帳號 除此以外都不是喔 LINE小組 S178 Telegram官方頻道 小組 A178 178 Telegram私人帳號 小組 S178 注意喔 我沒有什麼前面是Z的帳號 或者後面是A的帳號 這些偷偷都假冒 只有這三個帳號 謝謝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很有趣的 覺得有深度的 還蠻準確的 歡迎按照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小鈴鐺 記得按全部接收 還要加我們的LINE 以及加我們的Telegram 我們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灣最大的一個財經頻道喔 謝謝各位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